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這個商鞋課聽我在課堂上講 那現在差不多應該是進行到第二節課的時候了 我想啦,那如果說,當然如果運氣不是很好的話 很有可能我們今天2015年2月 應該是24號的課很有可能會演到下一次 你才會聽到我這個錄影 你才會聽到我這段聲音 那今天是我第一次第一次嘗試在大學的時候呢 用這種模式來跟各位介紹這個閱讀 那首先我要在這個 在這裡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來跟各位講閱讀 因為講講閱讀的時候說實在是一個非常冗長 而且非常漫長的課程 那常常我在台上講啊 我就是會感覺說 哦,這是台下同學 當然認證的當然是有啦 不過我想大概發呆的比例當然是居多啦 那所以我是想說用這種方式 看大家會不會比較有精神一點 而且再來就是有個好處齁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猜到 不知道我這樣講 不知道有沒有聽起來比較親切啦 這我不曉得啦 那這個當然你要有聽才知道 之前我在錄影的時候是錄給高中生來聽啦 那他們就是會感覺說 好像講話沒有什麼變化 那當然這個是我還需要再練習的部分啦 那其實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優點喔 我在這邊跟各位解釋一下 首先第一個優點就是說 像這種閱讀齁 其實它的文章內容 它的難度等級其實還算還蠻高的 那你如果說你會讀懂這樣子的文章的類型 其實在對你準備很多考試啊 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說你比如說 剛好這節課 If you skip the class 如果剛好這節課你沒有來的話 有個很方便的地方就是 我會把這些東西齁 我錄影的東西會把它放在網路上 放在You... 請問一下是You to be 還是YouTube 我看大家的嘴巴這個時候應該在動啦 心裡面一定會想說 老實在我知道啦 YouTube啦 沒有錯 沒有錯答案就是YouTube 我會把這些檔案齁 放在YouTube上 那你今天的話 你就會看到我會放個QRQ在那裡 你可以自己去掃描 然後來聽我講解這一段閱讀 那再來就是說 你如果感覺我講得太快 If I speak too fast 如果講得太快你可以按暫停 然後You can back slow 往前 倒推一點 就是在請影片中的我呢 我再講一次 那相信就是說 如果說你感覺 欸這個地方其實我怎麼聽都聽不懂 那我想你要叫我跳針跳個十次 我都不會生氣 我也不會跟你這個 額外的要什麼假償費用 還不是 還或者是像什麼之類的 這第二個好處齁 你可以自己隨時的調整快慢 那你如果感覺說 啊我一定講這個我都知道 我用看的我就看懂了 我要直接聽你講重點就好 那當然你可以自己選擇快轉 就是說 那個決定權就變成在你身上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再還是聽不懂 不要忘記 這個時候的我 應該是會在你的四周走來走去 不要忘記 你就頭抬起來 你就揮揮手 跟我叫一下 我就會過去了 那你如果沒有過去的話 其實我請你打 那個市政專線 1988 就可以跟我投訴 OK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課本的 47頁這裡 那我的速度會稍微比較快 那你如果感覺我的速度講話 講太快的話 沒有關係 你就是 再重放一次 都OK 就是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想要學習的速度 因為如果我講話講太慢 相信很多人等一下就會睡著了吧 而且我也不希望錄影錄太久 錄影錄太久 說實在 就是 就會變成 我沒有講話的時間太久 感覺是蠻可怕的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頁 從Rule 對 在開始之前 還是跟各位說到一點 不好意思 再順便查播一下 就是說 我在這個時候 我會用那個 那個叫手寫筆 那手寫筆的話 我還沒有用得很熟 所以如果字很難看 那就請各位多包涵 OK Let's begin with the first paragraph road traffic is increasing worldwide This increase brings problems road accidents, congestions and pollution 那我們首先 先來看一下這個位置 手寫筆來了 各位請注意 字 那些修外 請多包涵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road traffic 果然這個歪掉了 這個road traffic 各位 traffic這個字是交通 沒有問題 road是道路 道路交通 那接著我就請問各位一個問題 欸 那 像過年過節 大家相信應該都有出去玩 有些特殊價值大家都有出去玩 你最常遇到的 Oh my god 好難看的字啊 各位 請多包涵 以後會慢慢變漂亮的 因為不太還 還不太會用這個東西 好 這個road traffic 叫做道路交通 那請問道路塞車的英文 要怎麼說呢 我們後面會加上一個 traffic jam traffic jam OK 這樣就變成道路阻塞 那等一下還會有另外一個字 也是有道路阻塞的意思 那他這邊 我們回過頭來 再繼續回到這一段 road traffic 就是道路交通 一直在increasing 一直在增加中 increasing 我們知道這個字的意思是增加 那他的相反字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第一一開頭 第一就是有去掉 down 或者是否定的意思 increase是增加 所以 decrease 當然就會變成減少 這是基本單字 相信各位應該都曉得 那他這邊就說了 道路交通一直在增加 而且是全世界在增加 那這樣子的增加 這裡所謂的增加指的是 道路的交通方式的增加的模式 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 道路的一個意外 再來congestion 各位這個字 congestion 在這裡的意思 就是所謂的 擁擠 擁塞的意思 在這邊有一個字 可以跟各位講一下 con 各位一看到 就是有toget oh my god 又來了 就是有toget I'm sorry together together 的意思 congestion 大家都擠在一起了 當然 就是 擁塞的意思 ok and 除了會有 道路意外 還會有 擁擠 以及pollution 污染 however 各位不要忘記 在我們第一段 如果你一看到however 在各式各樣的考試都是 如果你一看到however 你就要把它切開 前面 講的都是廢話 好嗎 後面才開始出現真正的重點 也就是說 從however 這邊一開始 到這裡 你要有一個直覺的心理反應 oh 重點出現了 ok 從這一段到這一段 重點在這裡 那我們從however這邊開始繼續往往看 however engineers 工程師 are working on advanced safety vehicles advanced 是進展 更進一步的safety vehicles 簡稱ASVs which will be much safer for drivers other road users such as cyclists and for pedestrians 那他這邊講的就是說 工程師目前正努力的 在研發這種ASV 更進一步的安全的交通工具 那這種交通工具 which一看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 行動詞子句 行動詞子句 後面說的通通 都在說這些交通工具 這些交通工具 將會更安全 for 對於誰來說會更安全呢 對於駕駛者來說會更安全 第一個 會對駕駛者來說更安全 還會對誰來說更安全呢 還有其他道路的使用者會更安全 那這些道路的使用者 包含有誰呢 包含像是騎腳踏車的人 或者是對誰來說呢 對pedestrian 各位什麼是pedestrian pedestrian 這邊的意思 各位 如果你還知道這個字跟字首 ped就是有腳的意思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有一個字 這個叫ped oh my god I'm sorry very ugly words I'm sorry pedal 就是腳踩的 那個叫踏板 所以pedestrian 是跟腳有關係 Ian 一看到這個是人 pedestrian 指的是行人 OK 也就是說 對腳踏車 以及對行人 都會比較安全 they are also 在這邊看到they 你在閱讀的時候 看到they 一定知道要知道 they指的是誰 they 絕對不可能指的是 這些行人 不可能 那they指的是誰呢 they指的是 在哪邊 跑去哪裡 oh I'm sorry they指的是 跑去哪裡 糟糕 那些工程師 在這裡 they指的是這些工程師 工程師呢 也會繼續的研發 are also working on new engines which use cleaner fuels 那在這邊 fuse 很快的跟各位 補充一下 fuse 在這裡 指的是 燃料 因為我的中文字 寫得很難看 所以我就不寫的 反正我寫的可能 你也看不懂 用聽的就好 fuse 指的是燃料的意思 那所以燃料 跟油 就有關係 這個油 這是油 各位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懂 油 好不好 這是油 那各位在這裡 油 我可能要跟各位補充一下 有幾種有 我跟各位講 我們常常說我們要 oh I'm sorry 我們要去汽車加油 對不對 真的是看到這種字 自己都會灰心 汽車要去加油 不曉得各位知不知道英文怎麼說 fuse 是油 那我們要再把油把它加進去 again 再來一次 我們會說re refeal refeal 這個字就是加油的意思 那 當然 你要說refeal是加油 還有另外一種在國外比較常常講的 叫做這個字 feal I'm sorry oh my god 有來了 這個叫做 feal up 所以你去加油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 please refuel my tank 你也可以說 please fuel my tank 那妳當然 妳可以 真想在汽車 在國外 她們會認為那是 女生 因為妳 都是進去 嘛 對不對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妳就是進去的 所以她認為它是 一個英星 所以妳可以 在美國妳在加油的時候 常常都會講說 please feel her up 你們會感覺到他會用her 美國人不會講 feel him 那是男生的他 然後我們用女生的他 Fill her up 不过说实在 在美国很多的加油站 一般来说都是用这种 自助式加油啦 那自助式加油在台湾 目前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在国外已经是行之有年了 那所以就是说 你会讲到 Please fill my tank 或者是Please fill her up 这种句子 其实相对来说比例也会变少 不过就是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啦 那如果说 我们这个是加油 是加汽车的油 那如果说我们在说加油 加的是人的油 比如说加油加油 那种应该要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讲Cheer C-H-E-E-R Cheer 那我们可以讲Cheer on 我们不讲 不是Cheer up Cheer up 指的是对方很沮丧的时候 可是我想 没有一个运动员会去跑步的时候 他一定是很有斗志 那你为了要让他更有精神一点 你是Cheer on Cheer on Cheer him on Cheer him on 像这样子讲 好 接着我们要进入到下一段聊 那下一段这边 我们继续往下看 ASVs will be equipped with electronic sensors to prevent accident and to make it safer for people when accidents do happen 那这边ASV刚刚就是讲了一些智慧的这种更进一步的安全交通工具 将会 这里 We will be equipped with 这里指的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被动语态 将会被装配有 就是他那个车子上面会装配有什么东西呢 会装配有 Electronic sensors Electronic是电子的sensor sensor这边指的是感应器 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字 sensor感应器 to prevent 来 电子的感应器 要去避免什么呢 避免这个意外 然后接着 to make it safer 让他这个 it it当然指的就是这个 这辆车 这辆车能够更安全 对于谁来说呢 对于人们来说 当 这个 交通意外 do 在这里的do 这个是注动词 为什么出现在这边 表示强调 真的 发生的时候 ok 来 那接着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概念 各位不晓得你在做阅读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阅读重要讯号字的概念 当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读到 one 好简单哦 one就是一个嘛 没有错 它的确很简单 可是它在阅读里面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字 为什么 我跟各位说 当你一看到one 不要忘记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立刻去找others 或者去找another 因为它开始要出现分类了嘛 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会是什么 那接下来剩下的会是什么 其他的会是什么 ok 所以one sensor 其中的一个sensor 这个感应器 we will stop the driver falling asleep 它会阻止这个驾驶者怎么样呢 睡着 你开车会不会睡着哦 非常有可能会睡着 尤其是当你开这种非常长的这种道路啦 哇一望无际的道路 你油门一直踩一直踩 一直踩 哦没有一直踩啦 油门就是 你就喊着 喊的啦 油门就是这样踩着 你就没有动 我开了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你非常有可能会睡着 好 这是其中一个感应器 另外的感应器将会无人警告 警告这个驾驶者 当这些 Z指的是这个驾驶者 当这些驾驶者 太靠近 其他的车辆的时候 OK 那现在这种技术已经有了 这个叫做防碰撞装置 我记得我在看那个车子的时候 在看那个网站啊 有在介绍一些新车 他就有介绍到这种装置 这个不过当然是以高档车为多啦 来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段 The car of the future might be electric 这个未来的车 很有可能是电子的 或者是由那个电力发动的车 电子车啦 那electric motors motors就是这些车辆 换一种说法 are very efficient efficient是有效率的 那这里有效率的 我跟各位补充一下 efficient是有效率 那我想各位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那如果今天我在前面加上这种是 ENERGY 可能不能够写太快 后面再加上 efficient 变成energy efficient 那各位这样听清楚吗 我把efficient移到这里 我就不写了因为我的字很难看 I'm sorry energy efficient energy是能源 efficient就是有效率 那各位猜得到什么叫做energy efficient 如果我们再说一个东西 比如说电冰箱啦 冷气机啦 或者是电脑啦 电灯泡啦 汽车 我们都说它是energy efficient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的能源有效率的 什么意思 就是节约能源 OK 它的使用能源上是非常有效率的 这样了解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省时间的 那我们当然可以讲它那个叫做time efficient 我们前面加个time就好了 time efficient OK 那接着我们当然会讲有节省能源 那这边我们来补充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要来补充是 我们要来补充是 这个叫做耗费能源的 耗费能源的英文应该要怎么说呢 一样我们前面加个energy enery 我们后面要加什么 消耗 我们会加那个字 consuming 这样子好像比较好看 Oh my God 又来了 energy consuming consuming consum 就是有消耗的意思 energy consuming 就是消耗能源 意思是说这辆车并不是很环保 非常容易耗油 耗油耗电 或者是比较老旧的电冰箱 就很耗油耗电 那如果说你在读一些书 你在读书 或者是你在做什么事情 或者比如说 I'm sorry 怎么跑这个出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如果说把它加上一个这样变成法文 两个I 不是I上面两点的 没有了各位 这个只有一点而已 不好意思 我不想把它擦掉 擦掉我要重写 time consuming 就是耗费时间的 比如说你对英文实在是很不行 你每次读英文你都感觉 Oh my God is really time consuming 非常耗费时间 或者说过年过节 你出去跟同学吃饭 跟朋友吃饭 讲到后面都在鬼打墙一样 讲不到什么重点 就是Oh real Oh Jesus is so time consuming 通常就是有一点 不太高兴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们接着继续说 Are very efficient 非常有效率 And produce no pollution 它制造出 我们不会制造出任何的污染 But they need heavy batteries 它们需要 一样好 我跟各位说 刚刚看到however 重点在however 后面 看到but一样 后面会出现重点 They need heavy battery and their range is limited with current technology 这里又出现了这种they 各位 一定要知道这个they 代替的是什么 they 是这个 代替的就是 Electronic Motors 就是电子 电动汽车 但是电动汽车 需要非常大量的 这个很厚的这个电池 你可以想象 And their range Range指的是航程 就是它可以开的这个距离 其实是相当的受到限制 如果是以 Current指的是现在 如果以现在的科技来看 电子车 电动汽车 其实它的那个航行范围 其实相当有限制的 OK 那接着它今天 它现在讲的第一种车辆 在这边 再一次 第一种车辆指的是电动车 天哪 超级难看 第一种车 第二种车 它讲的是这个 Hybrid Cars Hybrid Cars 现在非常流行 在马路上非常多 这个叫做油电混合车 油电混合车 就有BOTH Petrol Petrol是油的意思 它有油的这个引擎 它也有电子 电那个 有那个电子的这种引擎 也就是说油跟电 所以我们叫油电混合车 OK 那这些油电混合车 能够节省15%的什么东西呢 继续往下看 能够节省15%的能源 算是很省了 油电混合车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开过 它开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声音的 They need batteries But they don't have to be charged Charge 在这里指的是充电 可以 那充电在这边 跟各位补充一下 Charge这个字 是非常 Oh my God 刚刚那什么东西跑出来 I'm sorry I'm sorry Charger C-H-A-R-G-E-R Charger在这里指的就是 充电器 OK Charge这个字有非常多的解释 你一定要特别去小心它 好来 那我们接着继续往下看 它不需要整个晚上 Overnight Overnight就是 over就是度过 Night是晚上 Overnight就是整个晚上 他们不需要去充电 充整个晚上 As the motor As在这里指的就是 因为 因为这种引擎 它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Altas就是当作 它可以同时间可以当作Generator Generator就是发电机 当这个引擎煞车的时候 当这个汽车 汽车一煞车 那这个引擎就会开始充当发电机 开始为这些电动的东西 开始充电 那接着 第二种车叫做油电混合车 接着我们要来看第三种车 第三种车叫做LPG LPG是什么呢 Liquify 各位 Liquify这边的意思 Liquify的意思就是液体的 液体的石油 Gas就是瓦斯 LPG其实各位就是液态瓦斯 液态瓦斯是什么东西 那第三种车就是瓦斯车 瓦斯车已经会 现在已经在用了 Cars can be converted converted这个正式转换 这个汽车可以很轻松的转换 像之前就有个新闻 就是在那个 计程车司机 很多后面都会去改装 装个瓦斯桶在后面 意思是它可以非常轻松的改装 但是 又来了 一样有它的缺点存在 但是LPG 瓦斯车 Only close down Pollution a little 哎呀真可惜 它只能够节省一点点的一种污染 这第三种车 来那接着第四种车 第四种车来了 第四种车就是Hydrogen fuels Hydrogen就是氢气 氢气车呢 应该是未来一种long term long term指的是长远的 那当然就是比较近期的 短 就是目标比较短的 当然long 你就把它改成short 这样就可以了 sh 超难看的字 Oh my god short short term 就是短期目标啦 目标有分长短期 这种Hydrogen fuel cell maybe the long term answer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解决方案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they provide clean power but 比较长远的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但是 但是每一个燃料 每一个这种 sale sale就是燃料啦 或者是一格一格的 is very expensive 非常的贵 那这边我们来补充一下课外的 补充一下课外的 这个给各位看一下 在财讯周刊 应该是今年度 我看一下 2015年 就是经验 财讯周刊呢 有出了一款 这个 呃 Tesla 他的那个 呃 老板是马斯克 Musk 呃 非常的聪明哦 钢铁人就是以马斯克当作原 就是说当作那个发想 因为他太聪明了 那 那个特斯拉就是 电动车 我们刚刚讲的 他是属于纯电动车啦 特斯拉最害怕的头号对手 终极能源车 哦 你看 丰田的氢燃料车 各位有看到吗 氢啊 有吗 hydrogen 氢燃料车 米雷 米雷 米雷是日文 日文就是 翻译成中文是 未来车 今年的新闻 已经近在眼前 安培进山 据说第三支箭的核心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没有引擎声的超现实体验 其实那个电动车 特斯拉电动车 也没有引擎声啦 没有变速箱啊 加速性加一口气 就像速度冲上去 各位 那个变速箱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 个人认为 因为特斯拉 它也是一部大型的电动车 它也没有变速箱 所以各位 你倒是可以想象 以后变速箱这种东西 应该就会慢慢的走入历史 OK 那你看像这样 丰田的这个执行长 这个你有兴趣的话 你在自己上网找 这个网路上有 那这个 我们来看 在这边 轻燃料电池车 电动车 那目前就是两大阵营 轻燃料电池车 跟电动车 有两个在那边打PK 那刚刚我有跟各位讲 马斯克 这叫Musk 那这个 丰田汽车社长 丰田信南 两个在那边打PK 有没有 丰田与特斯拉中将一战 哇哦 这个一个新的车 那这个 丰田米瑞 只排水不防废气 那这个我放大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不晓得各位 你有没有兴趣 你有兴趣就听 没有兴趣 这边就是额外的补充 你没有兴趣的话 你大可以按暂停 就是说 好 我这边就暂时结束 这样子 来 他说只排水不排废气 轻燃料电池车 轻燃料 轻燃被蛛蛛罐中 和空气中的氧气 结合产生化学反应 就变成那个H2哦 在系统内产生电力 驱动马达 让汽车行驶 排放出纯水 Oh my god 终极环保车 高压除氢管 当然就是要把氢气 放进汽车里面 马达啦 燃料电池组啦 我想这样 梦想成真 这个感觉 真的是很未来的车 这个未来车 各位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看一下 他的外形 非常的好看哦 超帅哦 那 这边我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 这是丰田 Toyota目前在做这件事 而且他在做这件事 已经做了20年了 所以有的时候 你看 人家有梦想 就是这样 前后耗费 一兆日元 相当于一个台积电资本的 发展环保车的决心 重新定义汽车产业 那我们这个 你看 就是说 有的时候 各位你在看这种的时候 你就在想 为了梦想 有时候你真的是 愿意投资多少 Toyota 20年 耗费 一兆日元 来找这个 剩下的内容也 安培来 施加 内阁 大臣 都来了啦 那这个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滑这么快 应该你没有办法看一下 你回去自己在上网找 你就找这个 清汽车 清汽车 应该就可以找得到 这个PDF档了 和冰箱大小 独家专访 研发清延轿车的 关键推手 田中义和 各位仔细看 你看 不是要你看那个人 要看什么 看这台车 真漂亮 很漂亮 未来的车 未来车近在眼前的 各位你看 OK 好 那我们今天录影 就大概到这边 那一样 我会把这个 把它放在 YouTube上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再上网看 OK